农业的问题比工业还大 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耕地 第二是种子 第三是化肥农药 第四是水 我们知道无论 全世界与中国是合作还是制裁 阳光总是有的 可惜耕地已经不够了 农产品它首先需要有足够的耕地 否则的话 即便是再多的天产 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 那么耕地我们知道 从这个政府一直宣传的18亿亩 到如今我们知道的16亿亩 即便按政府宣传的18亿亩来算 无论你种什么 也养活不了14亿人 这个问题目前无解 无论是租用俄罗斯的土地 还是租用柬埔寨老挝的土地 都是未知数 靠中国本身的耕地 农业问题将相当困难 那么第二个就是种子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 从邓氏家族 介入转基因产品 在农业部大肆的推广 把全国人民当小白鼠开始 种子问题 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现在得不用去谈 超级转基因水稻 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对生育率下降 有没有贡献 仅仅谈 由国外进口的这些种子 如果说美国一旦实行制裁 外国的农业公司 将无法在中国市场上 继续留存 那么中国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 全方位置 种子缺失 现在的农民已经不习惯留种了 或者说即便留种已经没有高产的两种 那么未来中国的种子问题 将不得不摆在我们的面前 种子不像别的东西 第一 它每年都要用 第二 没有足够的时间 让你去做比较了 你现在就得玩 硬的头皮你也得上 所以种子问题 它非常残酷 因为没有两种 中国的农产品 产量将会逐年下降 甚至会造成凉化 化肥农药就更是这样了 中国自己生产的 不是逐不逐量的问题 而是从来就没有达标过 中国的化肥农药 它是以量来掩盖质的问题 完全靠自己生产 很多原先 耕作的方式 农药化肥的配比 将面临着新的一次调整 这个调整的过程中 也会对中国粮食产量 起到很大的影响 最后一个就是水的问题 水资源的问题 不存在谁制裁你 只能说一点 农业用水 在中国绝大部分 农耕地区 都是有困难 这个困难 随着人们对 整个社会对未来 希望的这种迷茫 水资源 因为水资源缺失 而导致的 县与县相依相 这些农民之间 爆发出的冲突 将遍布全国 大的我们不去说 这四个方面 就是非常现实地 摆在我们面前 这不是中央能够协调的 甚至也不是某一个地区 能够自行解决 农业的问题 它因为直接影响到 中国人 能不能活得下去 局限于某一个地区 每一个地区 它直接体现在 你能不能活得好一点 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这个东西呢 它不像别的 说是水平降低一点 比原来差 心里有一些抱怨 农业问题不是这样 农业问题 它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权 由此而爆发的 所有的冲突 都将是相当残酷的 我们会看到很多悲剧 无论是社会 还是具体的家庭 都会由此而爆发 一旦农业 一旦农业 出现大的问题 各个省市 都将会发生 暴力行动 当人们吃不饱饭 为了能够 有更多的农产品的产出 他们捍卫自己家乡的 这种观念 就会被唤醒 未来由此而引发的 宗族势力 宗族势力的昌盛 应该就是从农业 这个角度 与它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现在很少有一些 因为吃而发生的战争 今后不仅有 而且可能会很毒 希望这个问题 能够摆在人们的眼前 能够花一点时间 去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 我们避不开它